现在台湾的房地产真的有可能像黄色小鸭一样 突然之间就小红了吗 或者有没有可能这个泡泡随时被戳破呢 在今天我们财政部长张胜和上次讲黄色小鸭 在今天还讲台湾的泡泡有可能会小红 而且他说这个泡泡身上越吹越大越吹越大 已经非常危险了 千万不是由政府的那个手去把它戳破 最好不要破我也不希望它破 应该不会破 所以我们修不敢大修就是这样 小福修改奢侈税法 财政部长张胜和就是想让房市软着陆 这次修改内容包括扩大不动产奢侈税课征范围 同时也增设排除条款 就是希望房市泡沫能自然消风 其实实际上的一个交易量都有趋缓的一个趋势 所以有可能透过这个量来抑制价的一个增长 其实从二月中古屋成交量来看 双北市只有六千多户比一月份减少了34.2% 交易量明显下滑但是房价还是居高不下 这栋位在松山区的豪宅当时开卖时 每瓶开价200万 另外 单区这栋豪宅有无济缸设计加持 每瓶开价180到200万元 豪宅开价不断飙高 但是仔细研究发现像是文华院开价200万 但实价登陆目前每瓶100万左右 还有这栋纵横天下开价很高 但最新实价登陆大了七折 因为有些是假豪宅啦 他假豪宅之名其实不是豪宅 因为豪宅有他的区位 有他的一些景观这些 那他说他是豪宅 自尊豪宅是假豪宅 开价很高 那实价没有 张顺和假豪宅之说 戳破建商高价制上的神话 房市泡沫就算不会破也会慢慢消风 但那些人从冰冰心来看不到 张顺和说假豪宅已经打六折了 哇真的吗 他们的房地产现在已经是打六折在成交了吗 在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专家 哇都是非常顶尖的 赶快来介绍黑心作家斯韦 大家好 以及财经专家黄世聪 大家好 特别邀请到的是 房地产协会理事长 王静祥 王理事长 听说大家都是念念书长大的 至少我是 到底有没有可能泡沫化来试通 在今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讲的很恐怖 竟然大陆有个财经专家 他精准的预言到人民币 什么时候会变 连时间都预言出来了 对没错 他这个预言很精准 大家就说那他下一个预言是什么呢 他下一个预言竟然是 大陆的房地产要跌价 而且一跌跌多少%呢 怕死人 跌多少% 他这个是这样说 他是说因为国际市场都在趋集人民币 那聚集人民币的结果 人民币如果贬破6.3到6.5之间的话 可能人民币会持续在贬值 那持续贬值的时候 可能中国资金会流到海外去 流到海外去的同时的话 这个房屋可能就会往下崩跌的状况 那持续这个坏循环一直下去的话 他认为人民币有一天会贬到20之多 我们来看 大陆的财经专家叫做牛刀 这个牛刀这个刀子好锋利 他第一波精准预言到人民币的贬值 里时间点都预言出来 据说他预言是2月5号 然后几个时间点 就那一天就贬了 好像听话 所以他认为会贬到6.8 这已经准了 他说第二波会从8.6 贬到12.6 他说第一波在贬的时候 房地产就会开始跌了 第二波房地产就会跌 他就是这样子 他说国际市场 其实都对人民币有非常 就聚集他的状况 所以他认为说人民币往下跌 同时的话房地产会跟着往下跌 那等到1.20的时候 那整个中国市场几乎是泡沫化 非常严重 房地产会跌到比高点 跌了80%之多 那中国经济到时候也是完蛋 所以他认为 一线城市 对一线城市都是如此 一线城市是上海北京 对80% 二三线三四线更不用讲 一定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 他会不会是语不敬人死不休啊 不要这样说 不是只有他这样说 最近中国不是两会吗 中国北京的副市长 跟他们中国的住房部部长 都出来说 中国房价有偏高的疑虑 他是很明显的说 今年可能房价有下修的状况 最近杭州一开 就直接六七折砍出来 大家吓到说 杭州楼盘六七折 对马上就开六七折 那大家都觉得说 不是大家都不想这样子看 事实上中国的这个住商是这样 他们都宁愿撑在上面 那等到真的有人开第一枪的时候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陆陆续续会开枪 你大陆在爆发钱荒的时候 那时候鬼城 是 满大陆都是吗 各地都有鬼城 12座鬼城啊 但即便那么多鬼城 都没有让房地产下修耶 对没错 那我们看到最近很多状况 包括说中国出现前方的状况 他们整个这个房 包括说很多银行 开始对很多地方 开始限缩他的房贷 那限缩房贷 当然房地产就有机会开始往下跌 而且中国有很多政策 他们这次两会会提到两个政策 他们以前没有缴房地产税 他们这一次是不是要缴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 对房地产税 所以如果出来的话 可能对整个中国的房地产 会产生某个程度的压抑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中国房地产可能 今年面临下修的状况会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刚才还提到另外一个点 就是说 因为中国股市最近非常惨 好我们来看中国股市 中国股市破2000点 来到1999.065 对没有错 他们就说 之前去年的时候 人民币就是扁 人民币扁值 对 这个是跌 入股也是出现一个下跌的状况 对为什么入股会下跌 我们看到最近 他很多经济数据都非常糟糕 包括他的出口 包括这几天公布一个PPI 就是说生产者物价指数 他也出现一个下跌的状况 那是什么意思呢 工程没人要做 连工厂 原料都跌价 原料都涨价 结果居然生产的东西的价格是往下跌的 表示什么 进气真的非常糟糕 所以整个路股就往下跌 好来问一下四位 爱看得台湾吗 其实你知道吗 很多人去大陆买房 我们讲说很多台商 其实现在市场显示说台商没钱 他们现在台湾的房子买不动 大陆的房子卖不掉 其实卡那边有点尴尬 下面就是说面子上 他们在做说台湾好像很好吵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香港跟大陆人都已经去欧洲去了 大陆早就没人要了 所以香港现在真的酝酿 史上最强泡沫了 我们知道说之前在李嘉诚 他除了抛售中国的房地产之外 他也在抛售香港的房地产 他自己认为说 这个其实香港的房地产已经太贵了 他不想买 所以刚才史未提到 他已经跑到欧洲去买了 他不买香港的房地产 那香港现在是面临做非常强大的泡沫 我们今天这个财政部长他要说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所谓的 所得房价比是史上 利于全世界第二 仅次于谁 就是仅次于香港 但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台湾本身的 我们这个投资报酬率 我们比香港还要更低 所以你看连香港都 我们的房价所得比 比香港 因为据说香港市 他们的年收入 他们的房价是年收入 乘以13.2倍 对13.2倍 加西兰 那台湾差距他其实不太大 对不大 但是人家的投资率比我们高 比我们高 对我们投资率还比较低 因为中国 香港有陆克莱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房地产的租金 其实是蛮高的 台湾是比较低 就你看 如果我们对比香港 香港都有泡沫化的危机的时候 我们的投资报酬率比香港还要低 你说会不会有泡沫化的危机 来问一下理事长 这是最后的晚餐了吗 台湾的房地产 这个应该这么说 刚刚说台湾可能黄氏会泡沫 还是引导的事情 还是引导的事情 但是如果泡沫会去使用台湾人的那些投资 台湾人的那些产材的可能性质 但是会去获得台湾市场 你知道我们台湾市场 现在有什么问题 一直六月下来你知道吗 为什么 油资嘛 利率低嘛 政务的政策嘛 拿到的根本就大家在观望嘛 所以你要知道 这油资里面包括外资 包括台资 包括台商 包括VVI 境外公司 包括地下金融 包括人头 你知道台湾人来台湾 到底多少钱 你还知道吗 我会感觉 我们现在的政务通绩 是说到台湾来 因为当然不是543条款 所以其实实际上 我们看得到的 买得很少啊 台湾人不是543 它关于你的市 你的市隔月 它就没送 但是它是 它是建不得人的 集体来台湾放的 所以台湾现在地下金融 多恐怖了 大家不知道 你去看你问那个陆沛 你去问你钱怎么回到台湾 我根本就没有经线运行 所以他们的金融台湾 我会感觉几百亿了 我会感觉了 我金融就十几亿了 我金融了 你金融的都在什么地方 人头啦 人头尾啦 人头尾啦 人头尾 那他们都吵哪里 他叫我们台湾人的名字 去买的新北市的土地 买土地 不是土地嘛 人家的肯定放嘛 因为他的钱可能是 可能我们不好意思说 不知道怎么钱的嘛 但是你用台湾 你买人头尾 所以你看到 我知道这个不是他的钱嘛 啊 属于没有在关键里面呢 好来 是不是 是 吵的还是在吵 可是他们会怕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大陆已经不行 没有钱 他们放在台湾的人中心 东西啊 其实我觉得大陆人很聪明 他们聪明想到说 台湾人这么笨 我吵一吵就可以上 你记不记得 那个八卦山那个案子 对 201推出来 对不对 我相信有台湾人去买 因为他们以为 大陆人会去买 台湾人就跟着去买 所以一定会有人 跟着上去 我跟你说 那天台湾人 把我去买 是 但是大家会怕 怕什么 台湾人已经放聪明 因为现在台湾没有投资客 投资客已经都不进场 我去好几个案子 不管是说市中 现在还是郊区 其实它价格已经上不去了 但是郊区已经开始往下跌 怕就怕在这一点 所以现在没有人 在接手的情况呢 皇家上不去了 上不去 但是也不一定跌得下去 就是卖不掉 上不去也卖不掉 就尴尬在那边 所以现在看谁先抛手 一旦抛手出去的话 那个就会 不会啦 就比较还是那么低嘛 政策还在鼓励荣机嘛 政策还在炒作嘛 你看去任政策也是带手炒作 政府都是口头说啊 东西奖励 还标售公有土地 因为今年要选举啦 所以政府一定要口头说啦 但是事实上房间会不会下来 看他们有没有实际的动作啦 还要是跟新北市喔 我们再来看一看 会落到15%以上的 我感觉败啦 抗贴性败的10%到15%以上啦 我也感觉啦 所以会落到那边 我再来骂我 没关系啦 所以会落到那边 会落啦 我就说肖峰不会泡沫啦 肖峰是你说的 不是张胜何说的啦 我感觉我今年就 就宽队说泡沫 泡沫让我们政府向上心啦 所以肖峰不会泡沫 那思维认为是 我是觉得政府现在 什么事都没在做 张胜何说六折 其实它整个是做错样子 因为呢 现在有没有六折吗 你告诉我 现在市场上 有没有打六折再卖 那叫做事实 因为假豪宅 本来它开价很高 对外还很高 是为了媒体做效果的 而事实上成交的价格 都很低 所以显示出来 那个六折本来就是市况 政府现在什么事都没 因为政府只敢讲豪宅 那叫矫情 因为真正在成交 大概是3000万以下 这样的区间 投资客都在做 这样的一个区间的房子 政府一点款都没有 政府真的都没在做事吗 真的没在做事 政府嘴巴喊说 要居住正义 居住正义 但是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带你来看这个画面 你有去过大直美丽华 去逛街过吗 你有去坐过摩天轮吗 那个附近的豪宅 哇一栋比一栋漂亮 你知道其实他们是违规豪宅 他们该在商业区 该在娱乐区 但是政府什么事都不敢做 他们享受炒作的 暴力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违规的 所以建商在卖的时候 就卖的比旁边 民水路便宜很多 旁边民水路一瓶170万 这边卖110万 差价的560万呢 准备现在要让他就地合法 因为都是权贵在买呀 所以就敢不敢拆 不敢拆 罚个几万块就了事了 一旦就地合法之后 这些权贵买在违规土地上的豪宅 哇 那可就是马上从110万 要涨到170万 这每平五六十万的家差 只有有钱人赚得到 你赚得到吗 除了大只美丽花的违规豪宅 聚落之外 其实从新北市也很恐怖 新北市有一大片 那个违规的工业住宅 对 现在大家说的是工业住宅 因为工业住宅的话 它的价格是比一般的住宅要便宜的 包括说在综合啦 或是板桥啦 或甚至是新庄这些地方都有出现 那甚至我们之前去看一个案子 是在综合那个世界V1这个案子 好 世界V1的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大只美丽花 是不是因为江炳坤住在里面 所以不敢拆 而工业住宅又是因为什么 政府不敢办呢 等会来告诉 伊ughters 伊 oats 伊 中文字幕 李宗盛